长久疑问终于解答,直时到底用的是国产发动机还是加拿大进口货? 直付时武装直升机从2002年诞生之时到现在都一直争议不断,很多人,包括我们国人都认为当初研制直付时的时候,是准备拿加拿大普惠公司的PT-6C-67C涡轴发动机作为其发动机的。 后来因为美国的强力阻挠,加拿大实行了发动机的禁运措施,中方得不到PT-6C-67C才不得不换装国产自然的涡轴-9C作为替代。 中途焕发造成了研制进度的延误和因为替代发动机功率不足而不得不降低机身重量和记载设备的减配,造成性能下降严重。 这样的说法在坊间盛行,久而久之大家也都信了,认为这便是事实。 其实这样的说法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大家想想看,中国研制国产武装直升机怎么可能靠走私渠道引进国外的发动机,如此不稳定的供应渠道能够满足动则几百架的装备量吗? 更何况PT-6C-67C这个机型还是个民用级的航空动力,用于军用耐厚性和可靠性难以保证。 另外一点就是直腹时在试飞阶段一共组装了6台原型机,一共配了12台的普惠PT-6C-67C发动机,可是很诡异的一点那就是他们在机上的安装方向确实倒的,也就是发动机的进气部分是朝向机尾的。 这样的安装方式很明显的就是削足势率,也就是说这型发动机并非原配,而可能只是用于直腹时的试飞阶段的临时配置而已。 这也符合中国现阶段军工发展的实际情况,那就是发动机研发的速度过慢,赶不上适配机型的工程研制进度。 这一点无论是肩负10,肩负20,月负20都是这样,这也从一方面提醒我们,中国的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研发的投入还不够,还要再加挂劲才行。 其实涡轴-9C就是一型专门为中国新一代直升级研发的新型号,该机的第一批量产型号输出功率仅有957千瓦,工程比5.4,单位油耗0.311千克每千瓦。 这个指标不算很突出,用在直付时这样的机型上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不过却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东西,这对于我们的军队来说很重要。 更何况涡轴-9C这个机型的改进潜力巨大,到2012年时其最新改进型的输出功率已经突破了1200千瓦,这一指标已经和加拿大普惠公司的PG-6C-67C将差无几了。 更何况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的这一指标已经接近美国长工阿帕奇的阿利逊T700-G1701D。 平级新型号的涡轴-9C的强劲动力,以及世界第一种直升机专用导弹天燕-9C的强大威力,直付时直升机足以挑战阿帕奇这样的强劲对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